在台湾已经耕耘42年的本土运动品牌欧都纳 最近遭人在脸书上假借品牌名义 四处散播工厂倒闭 不惜贱卖与荣衣的促销广告 尽管业者出面澄清 但是诈骗集团更加嚣张 利用自行修改过的新闻截图 推出下杀折扣趁势促销 也让业者是决定自立救济 照律师发出声明并且报警抓人 虽然要求赔偿之外 也提醒消费者不要上当 看着手机萤幕上的促销广告 业者满是无奈 近42年的本土运动品牌欧都纳 最近遭人在脸书上假借品牌名义 四处散播工厂倒闭 不惜贱卖与荣衣的促销广告 尽管业者出面澄清 但诈骗集团依然顾我 甚至自行修改过的新闻截图 推出下杀折扣城市促销 网路诈骗购物诈骗 他只是用低价来诈骗 那这一次的诈骗是直接引用我们的logo 那引用欧都纳 还引用许多媒体的报道 来制作更多的不死的一个诈骗网 这个行销的一个手段 一件上万元的品牌羽绒衣 网路上却只卖千元上下 甚至限量500就可以入手 企图以价差混淆消费者 业者表示公司所有的产品 都只有在各大门市百货 或是大型购物网站才有销售 并强调衣服上的车缝 限于填充材质 全都经过严格把关 品质优保障 我们的车缝非常精致 非常平整非常精致 那山寨版的仿冒品 一般来讲 它的做工非常的出招 你在图片上看不出来 但是你看现场的这些产品 它大部分会皱皱的 这种布料很难去车缝 那还有一点就是 我们的产品 它的弹性很好 这样用力一压放开 它就弹回到原状 用这个所谓的网继网络而散播 讯息去大欺消费大众的这样的情形 也违反了商标法 因为他们有冒用欧珠娜公司商标的情况 同时呢 冒用欧珠娜公司民意来对外 做不实的广告 这也违反了这个刑法的伟高文书了 也因为不少人看到里书广告 真的信以为真 网路卖家此举不止欺骗了消费者 也严重影响到了 品牌商铭 目前业者也决定 自立救济 找律师发出声明 并且报警抓人 除了要求赔偿商铭损失之外 也提醒消费者 千万不要上当 谢谢陈伯涵 台中采访报导